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说突然间闹出一个断绝师生关系门 说是人大历史学院有个教授叫孙向周 孙嘉 孙嘉周啊 学生是中间是乡 学生叫郝向赫 孙教授 对 孙嘉周教授宣布把这个谁啊 把他这个刚招的一个硕士研究生郝向赫 逐出师门 就是说断绝师生关系 我第一次听着师徒关系 刚才刚才这个说这个逐出师门的时候 我刚才突然心 哎呦 因为这次是邀请李晶老师 对 我事先不知道 因为我就报这个题的时候 我后来听说李晶一块说完了 你以为是说相声的李晶 影射影射我 我见到人家怎么跟人道个歉 说这逐出师门不是为您设的 你不是反出德云寿跟我 这不是 原来一看假冒这个名人来 你看一看女李晶 这就放心了 这应该把李晶请来聊聊 对吧 直接跑了 不是 这事我看一时看不明白是非 你们怎么看这事 这个还说起来还挺有渊源的 因为前两天我们在那个 在同学微信群里还有人转发 因为这也是我们母校的事情 然后有人大 然后正好我一个同学 还是这个据说是这个孙教授的学生 然后他就转了这个 后来别人劝他说别转了 说这个老师最近就是被这个烦呢 因为大家都来关注 都来说这个事嘛 我看因为也都是从这个新闻 也吓了一跳 说犯了什么大的错 至于成这样 但是后来一看又觉得直觉 就觉得好像也不至于 不就是一个青年学生 少年轻狂 点评了几句嘛 但是你从表面上的新闻看 就会觉得可能老师会觉得 是不是在同行圈上 怕挺没面子啊 这个你看我的弟子这么说你啊 所以我得表明我的立场啊 这个坚决捍卫 怎么失道尊严 我是觉得 但是我就觉得有点 咱们可以看看 他这个学者什么模样啊 咱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 这个是 孙嘉舟 孙嘉舟老师啊 看上去不像是个 这个很决绝的人呢 这是 他据他说呀 我作为长辈啊 这看对谁决绝 对 他说我作为长辈 我已经是很忍让了 他就说 这个师生什么 以道义为先 就是你 我的学生 你在这这讽刺 这个学界 叫学界同僚 或者说其他的老师啊 然后就是说 我劝过他 但是呢 他继续发表这个言论 所以我忍无可忍 断绝关系 但是我听到的最新消息啊 叫我说学校 现在都是怕出事 你知道吧 这个事一闹大了 孙教授呢 又写了一个公开信 听说 但是呢 被大学摁住了 说就别发 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 因为这个好像贺 好像也发了一个信 里边也有一些反省 反省道歉之意 他发了俩信 就一开始来了一个情况说明 那个文字还行 就第二封道歉信的时候 就比较政治化了 就是我要沉痛反省 恳请学校在这方面 对我收留我 什么之类的 我还继续想当孙老师的学生 之类的 就不好玩了 我对这个事情的判断 就是是非不重要 好玩 好玩在哪呢 他好玩在呢 首先这个学生 是在微信圈说 这老师垃圾 这老师水平太差 这学生狂 就是我们经常说 大言不残之书生 书生就是这个样子 在一个老师呢 老师不是用行政权力 说我把你开除 不是 是我发声明 跟你断绝师徒关系 就是逐出师门 和学生发狂言的这种呢 就是百年来 我们的很多大学的 传统和佳话 就是北大时期 经常会说 胡适讲的什么呀 咱们要不要把他给赶出去 学生还 就是傅思年 他们还在商量 傅思年是领袖说 哎 奖励节课 他还行 有待观望 先别赶他 就这种的 那你就会觉得 哦 这个还有点古风啊 人民大学 听着很政治的一个学校 老师还挺可爱的嘛 嗯 我就会有这种 但是就后来 他这个一介入啊 这个事情就不好玩了 就也不让说话了 这个道歉 又又太诚恳了 其实学生 未必那样想的 实际上 所以我觉得 他讲这个 好像就是说啊 说咱们少见多怪 因为那个学生啊 我仔细看了一下 就是他不是点评吗 其实还挺专业的 都是什么研究北魏 研究什么的 我就想 秦汉史 对 而且这个学生 还挺年轻的 所以我想至少 还是一个爱读书的一个孩子 他就是先不管他评的对不对啊 至少从他来看这些书 来看到这些学者 他我是觉得 然后他在自己情况说明了 还说自己是跨专业考来的 那我就想呢 这说明这孩子还是 自己还是有追求的 所以我觉得这方面 还是应该鼓励他 而且他替自己辩解 我觉得这一点 我觉得也还 也还是 我能 我觉得还是有理由 就是他这私人圈里 我觉得说的不过分 实际上 就是你看他 他最严重的一句 就是某老师是垃圾 就这种学问是垃圾 那如果我们看 季仙林文集 季老师除了 他的少年时期的日记 特别有意思 除了一些声色全马的 那种记录 挺有意思的 另外就是说 这老师简直是就 比垃圾还严重 那种词 就是太 季仙林是学生的时候 是学生的时候 而且是写在书里面的 写到很多 他自己私生活呀 自己的那个 那些教授 就是说狗屁不懂 就这种的 那我觉得在文化界 学问界 或者这些文人 这些互相吐槽 和相亲的 你就当掌顾 是可以理解的 所以没什么 你讲的这个 开了我的见识 因为你看啊 我觉得这个里头 有个人情世故 让我能够理解 就刚才那个 李经说的这样 就是比如说 我是师父 你是我的徒弟 我们就感觉 是一个门派的 对吧 跟我同辈的 这个长辈 你说他 你让我脸往哪搁呢 好像 我觉得这不像 你说的学术界 这像个戏班子 对 你要是离元行 武侠 武侠 真正德云社 真的 你要是德云社的话 离元行里 我觉得 是很讲究这个的 讲 但是学术圈 沾点那点气 但是有渊源 就是最有名的一次 师徒决裂 是张太炎 跟他老师 是清朝的一个叫余悦 余曲元 对 他老师呢 就是张太炎 实际上政治立场不一样 你要反清言论啊 就是他 张太炎的狂言 要比这个学生什么贺啊 那真要狂太多了 我们要把清政府给推翻 这专制独裁政府 必须拿下 老师就见了他就骂 见了他就骂 他就发表了一篇 特别有名的文章 叫谢本师 这个谢呢 你可以叫谢绝 或者说 或者说叫我拒绝你的观点 就是说 我是站在我反清廷的立场 你是站在中军的立场 好吧 让我们分道扬镳吧 然后他就去了日本 找孙中山 孙中山就找七八 这个人给他接风 每人一杯酒 就入邦了 实际上 还奏着军阅 你会觉得 哇 这段历史整顾太美好了 但人大的这个后半截呢 如果这个学生写一个 谢本师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 我宁肯不拜你 我坚持我的学术看法 他就是一拉起 你觉得这个故事好玩吗 绝对好玩 这就是书生意气啊 这就是书生 什么叫书生意气 我爱武师 我更爱真理 是吧 我这真理大于的老师 你现在能够检查 我深刻反省 我错了 这这这后边 这后半截 这也太颓了 人家也有人说 我发现这都是 一般都是说 金不如骨了 人家也有人说 说你那 好江赫 你能跟张太炎比吗 就是了 你像钱中书 当年不是说 清华要留他 他说 你们这还配得上 还配得上 我在这交 但是反过来说 那那就是人家 因为后来证明 人家自己确实有 狂妄的 狂妄的资本 采成了佳话 对吧 你就包括梁启超 和那个康有为的 这不也是师徒的决裂 那大耳瓜子 就是我们看走向共和 就梁启超 跟康有为跑日本之后 梁启超说 师父 这个立宪不行了 革命吧 康有为说 跪下 叫梁启超 咔就跪那样 啪啪啪啪啪啪啪 啥耳瓜子 这就是老师跟学生的传统 这跟那个相声门 戏源的差不多 你觉得现在 现在的社会 还要守这个吗 其实我 对不起 我可能再跑个题 就是讲到这个 这个学生的这个言论 比如说 潘老师刚才说 他觉得言论 没有什么过分的地方 因为他就是一方面 我就比如说 我自己来看 我是觉得 就是他 比如说他对学术的热爱 他年轻人看了这么多书 他去点评 至少致命 他就是有心向学 但是有一句话 不是 在里面有一些话 我还是挺不舒服的 我是觉得 如果一个年轻人 就是以这种口吻来说话 我还是觉得 就是 心里就有那么一点 那点紧张 就说 他比如点评 某某某老师 说不怎么样 垃圾 但是他其实后面 还有一句话 我觉得那句话 其实更让人紧张 他说 聪其量是一个 不愿做黄种人的汉奸 我特别反感这种话 因为我觉得这就是人身攻击 是吧 你如果是说 这个人学问不好 那你比如说 他没有见识 还是没有才气 还是说他的功夫不好 但是我就特别反感 这种动不动 就往人身上打帽子 而且我觉得 痛心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这么一个年轻人 你本来觉得 他敢去冲破这个 这个束缚 冲破这个原有的东西 我要表达我的看法 但是反过来 你看他用的一些东西 还是 就是我们其实 特别反对的一种 老套的语言 就是啊 俗套的骂人的方式 就给人扣个大帽子 所以你没骂出 名士的格调来 就是吧 我觉得呢 他那样说 我也不认同啊 我也不舒服 但我可能会支持他 就是说 你说是你的权利吗 你不能怂 你不能到最后 怂成那样 这我看不上了 这个潘老师 主要支持的行为方式 就是你要走 就一条道走到黑 就不着再回来认怂了 这件事你自己的看法 怎么样 也没问题啊 我估计背后有让他不得不怂的 一些理由 没准当谁到那都怂 对对对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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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说老师 我觉得好像我还是尊敬老师的 但是今天这社会 老师也不像老师 说实在的 学生也不像学生 就是乱了 我觉得这个辈分 这是个乱伦的社会 你知道吗 他鼻子都乱了 乱了的情况下 你知道我有时候就觉得 还不如咱什么都别论 咱就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别看什么老师学生 是吧 学无先后 达者为师 那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我是不是 咱们应该互相尊重一点 对吧 就是或者说 这个各自能够守着 一个各自的一个范儿 对吧 那么再有一个 假如说不讲究这种辈分 这些江湖上的东西 学术界 其实我就是觉得 没有什么师 咱们以真理为师 以真相为师 以真知为师 就是那个 那个是老师 对 咱们都是同学 咱向那去 所以我在这个意义上 我就觉得 比如说你这学生 他骂什么 但是这就像原来 这个李敖喜欢说句话 就说我说你是王八蛋 我能拿出证据来 证明你是王八蛋 我觉得你的真本事 不是骂人家 一狗汉奸 而是说你要觉得 这老师水平低 嘿 你拿你学术的这个功夫 我告诉你 为什么 对 对吧 你水平低 对 这也不是更能以礼服人吗 咱们都是在寻求真理的路上的通道吧 这句话说的是比较高的 这个就是西方人说的 我爱无师 我更爱真理 就更爱真理嘛 这让我想起就一个 我女儿给我讲的一件事 她在英国上小学的时候 她班里边的一个学生 老师在讲课 那个学生就 举手 老师 没有举手这说啊 反正大概我要发言 老师说你想说什么 行说我心里边感觉到非常对不起你 但是你讲课讲的真的是太差了 这搞玩 我老师当时气得就脸色大便 老师下了课就去找校长告状去了 校长的反应是给了小朋友一块糖 没有评价 哎呀走吧走吧 你就会这样 这就是我爱无师 我更爱真理的典型 就是这个真理也许小孩子认为的是真理 但他就不怕面对老师说出我真实的想法 当然这样很没礼貌啊 但是我觉得认同 这没问题 这中国孩子可不敢 这个你想 有敢的 有敢的早给打 有敢的就赶 有敢的 读书诗文 读书诗文 早家长 写真错书了 所以咱们还是要追求真理 那今天就是我也就想代表北大清华几座高校 给大家传播一个真理 宇宙真理 这个真理我最近学的比较深 我现在告诉你这个真理的发明者 这位导师 这位导师的名字叫廖凯元 其实很多他身边的人都说 说这个人是个挺可爱的人 你再看下边 廖凯元 这个奖学金 你看北京大学捐赠 你知道最近流行起一篇文章来 这是廖凯元的 他的理论 咱们可以看一下 廖凯元 他说他这个理论呢 就是我们太祖先 哦 比特 比特创造 由KQID引擎提供动力的存在 然后呢 天命人是原生孙悟空 手持如意时间棒 对我们的多元宇宙 发号施令 他有他的这个莎士比亚 基因演员什么的 相对论 全息多元宇宙 什么 还有这个公式 你看 哎 我觉得怎么像电脑乱码的 这一些公 一些公式 你知道这个人 哎 我觉得我现在觉得太孤陋寡闻了 不是因为这篇文章 我过去完全不知道 凯元大人 嗯 我就这么有钱呢 他 哦 我也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吗 虽然 对 在搞互联网 现在以前也不知道 真是唐突 他还是什么博奥论坛呢 什么论坛的那个赞助人 对 真是个大慈善家 我今天也是看他材料 我才知道 比如说那个 因为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 在那个叫亚洲协会 在纽约 他们也做了很多 比如说中美交流的 很多事情 然后才发现这位廖 廖教授 竟然是那个基金会的一个理事 而且人家发财致富 不是靠传销之类的那种活 对 人家干的是高科技 没错 他研究真理 他是纯洁的 对 他没靠这个挣钱 他反而是 他反而是拿钱 要让北大给他一个讲台 对 让他讲他的这个真理 不管这个真理是对的还是错的 他需要一个讲台 对 我觉得这个动机很纯 我很喜欢他这种做法 但是这个讲台 这个代价也太大了 六亿是吧 四个学校一共六亿吧 北大 福旦 天津南买 人喜欢 上海交大 福旦 清华 北大 我才想起来有那个廖凯元楼 然后呢 比如说清华有什么 就是你现在就知道这个名字里边 它有些某种诡异的色彩 就是说比如说你要个中国法治研究中心 它有个什么中国义理 和什么法治研究中心 然后这么 这里边就牵涉到什么儒家 什么道家里边全混着的一个东西 我真的研究了一下 我觉得这理论都叫做什么呢 这个轩辕反商运行系统2.0 轩辕就是轩辕皇帝 他就觉得今天的普世价值观 要照我的理解 他就觉得今天所谓普世价值观 咱们皇帝的时候全齐了 早早都说了 然后呢 就是你看反商就是物理学的那个商 然后他又出于2.0 就是电脑时代的一个东西 他这个有些人说 不能不承认 他这个法治中心好像有一个 还有一个主任 也是一个教授 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 说说你你水平低 你不能懂 然后呢 当然这个人家廖凯元也发公开信了 他就说啊 我现在成了网络上的攻击目标 和那个拳击杀带 你们诋毁我啊 这个我的批评者 是在系统的发动文化战争 来反对自己的文化文明吗 这位创造了跨多学科理论的 这个廖凯元教授 说爱因斯坦 在成为真正的科学家之前 也是个无名无姓的民科 对不对 一个专利局员工 一个专利局员工 实际上爱因斯坦 就是一位终身的民科 他不断的推进着物理的边界 他说我的使命是实现轩辕之梦 我希望构建不朽的 由KQID提供动力的 轩辕反商运行体系2.0 来成就中国人及全人类 我希望实现轩辕习近平的大同 使人人享受免费教育 免费医疗和免费物质财富 并能自由追梦 寻梦 圆梦 廖凯元拒绝了凤凰网的采访宣请 然后他写了公开信 在每个公开信的最后 他都附上了他的一首诗 说 您可听见轩辕在歌唱 他正唱着你心中的激情之歌 不要问他在呼唤谁 他正在召唤着你 支持者 他的支持者说 看不懂 要怪你自己没到那程度 这又应了一句话 你千万不能低估一个民科的真诚 也不能低估一个民科的梦想 真是 他为了这个梦想 他可以豁出所有的身家 我就是为了传播真理 这种精神难道不令人感动吗 我听他们 我看那个知乎上 有那个听过他讲课的人 这个很多师生其实是很宽容的 就是说 我们就是陪廖教授玩玩 现在这大学 这个教授 连个办公室都没有 人家这么大把的银子捐给你 这个给他成立个中心 怎么了 听他讲堂课 你说你说你是哪疼哪痒了 你怎么不行呢 这个社会如果这么宽容 这还何至于发生壮人事件 墙墙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对 其实我们不要嘲笑 这个凯元教授 社会民科 对 他的这个 我觉得他是纯洁的 李京好像对他的动机 有一些分析 我是这样 因为这个行业的时候 见过很多人 采访过很多人 跟很多人打交道 有的是咱智商问题 人人说确实听不懂 但是这个吧 我觉得不是我智商问题 好像 但是我觉得以我这个 做记者 这个有限的经验来看 我能归结出一个特点来 我自己认为 这个可能有攻击男性的 这个嫌疑 我发现男的就是 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 比如说过了到40岁 50岁 他看了一点 特别是这种半调子 看了这个 比如王硕读金刚经 这是您不说的 不是我说的 我没有 我没有说个 就是比如学着古典的东西 然后学了一些 比如说横向的 纵向的 他就特别希望 觉得自己 我可以提出一个 宇宙真理了 我可以用这样的一个 一个规律来统设 中国这个 这个几千年文化 然后世界人类 发展的规律 我这个叫什么 颠覆不破的一个真理 你不觉得男的到了一定程度 就特别爱说这样的话吗 如果他在恰巧 有一点大的文采 然后有一点点的 这个引经据点的能力 哇 就很有迷惑性 我觉得你说的这个男人里边 也包括马克思 我跟你说 这个 为什么说这个话题 并不见得是 这是开玩笑的 他有一个很严肃的东西 你知道寻求一个 规律性的东西 寻求一个大一统的理论 是无数科学家的梦想 对 包括学者 就是他说爱因斯坦 没错的 爱因斯坦 中期一生 他就要把他这个相对论 和这个量子力学 他想找出一个能够解释 从微观世界 到这个聚观世界星球 一切都能够解释的 对 你看最后没达到 到现在还在追求 这个统一 但是话又说回来 人类有几个爱因斯坦 有几个马克思 所以不要梦想 你就能成为一个 但是后来很多人 就以为自己就是 以为自己就能提出 这样一个宇宙真理 我就觉得 很多人 我觉得是高度凝炼的 真的是对男人 有一种高度凝炼的概念 你中文身边 很多人是这样的 对 很了解 比如孔子提出人 就是耶稣提出一个什么 佛提出一个什么 其实我觉得每个 也许也有女人吧 女人 就是每个人心中 都有一个成为 最大智圣人的 那样的一种梦想 你最后 到最后才承认 我的智商真的不行 但你在小时候 你的很多种梦想 都是说我能够把这个世界 能够推起来的一个东西 如果有一些名科 是终极一生 保持着他童年梦想的人 我碰见过一个人 专门到这个报社来找我 他说他解出了一个真理 这个数学的一个 特别极难的 像有点像什么 什么是一加一 什么等于二那种的 给我讲半天 我听不懂 他说你 因为他是我老乡 他说你能不能带我去 中科院数学所 我找研究员 我们碰一下 他把这个事情 他们就承认了 我说先找找我同事吧 有位懂点数学的 现在也是国科王主编 也看了一下 这个几十年前都已经解完了 这个事 他解了半辈子 把这个事给证明 人家已经解了 就是这样的 我跟他告诉这个事实之后 他说 你不了解我 你不懂我 拿着东西很严肃的走了 你看以前 林科 我喜欢这样的 就是很有意思的 不是以前 就是那个战犯 那个黄维 就是国民党的那个将领 他到监狱里 他不就是一直想研究 什么一个涌动机吗 就是一个东西不停的 对对 然后我很有意思的是 前日子 我在网上看到 是说谁 好像也要做那么一个研究 然后人家说了 说这黄维多少年前 在那个战犯改造的时候 人家 人家 全世界得有成千上万的人 在研究 哎 明科研究出来了 我那天在百度百科上 看着一个 这什么游动机呢 就是说啊 汽车不用油 怎么走 在汽车前头挂一块大磁铁 这磁里还一直以着 先走 那大磁铁怎么走啊 这个像那个电影 雪国列车 雪国列车里边 就是世界末日了 只有一列火车 永远在转 他声明 那个人发明了 永动机 最后那个电影主角呢 就到他这个车头里边 发现有一个小孩 一直在里边转 就一个特别五六岁的小孩 在里边转 带动了庞大的系统 来证明 这理论是虚幻的 哎 哎 这有意思 你知道还还 我还看你最逗的 就是说 明科已经超光速了 你这怎么超光速吗 哎 我跟你 你一时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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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范的 就是说 哎 一光年 一光走一年 光走一年的这个距离 是吧 好 假如说你有一个长杆 有一光年那么长的长杆 你拿在手里 对吧 从这个一光年的A点 到一光年那头的B点 我一伸手就捅着了 光走一年 我就一下 会超光速了吗 你这个不就什么阿基米德 给我一个杠杆 我就能撬东西地球了 是吧 所以阿基米德也是明科出身 也明科出身 你把这理论呢 介绍给说相声的理经 他就发明了那个 手电筒 手电筒的光柱 有光柱 对对对 不行 你一关电门 我掉下来了 对对对 但是这个话题之外啊 那个我是觉得就是 因为廖教授毕竟就是归类 还是要归到慈善家 他毕竟做慈善 得高望重 对 我是觉得 其实这个慈善 其实也挺值得说的 你不觉得中国的慈善老师 有时候让人觉得 挺怪的啊 咱先不说 咱们那个那个 什么光标凶啊 就是经常拿一把把钱 我要送给你啊 然后还得照照照片 就是我觉得 慈善也有一个品格 高下的一个问题 你可以捐大楼 但是你 为什么一定要上去 我觉得教授没问题 大学有问题 是 大学的所有的大学的独立性 就表现在 你给我捐钱 不意味着我认可你的人品 是 你给我捐钱 不意味着我认可你的学术水平 你不能影响我的学术独立性 绝对为您播出 健康新概念 这是 要肯定自己 领会不了 但我们的大学 应该有这样的规范的一个东西 而且我也 好了 好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